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照中国政府自己的说法 有一千多名暴徒遭逮捕 到了2009年11月的时候 一共有400多人因为在这场事件 参与这场事件被起诉 有9个人被执行了枪决 但是按照威吾尔人自己的说法 或者说在他们看到自己身边的这些人 一去不复返的人的人数远远不止这些9个人 或者说几百人 毫无疑问 在这场事件中有更多的威吾尔人 遭到了逮捕 或者说以后就失踪了 这场事件导致了 为汉两个民族人民之间的深刻的对立 尤其在新疆吧 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 也正是这场事件 让中国政府掌握了主动权 什么主动权呢 就是镇压威吾尔人 在镇压威吾尔人的这种行动中 得到汉人支持的这个主动权 所以呢 作为一个研究中国民族问题 尤其是关心新疆问题的人来说 我一直想谈一下自己对这场事件的看法 头问题 我过去也写过 就七五事件 就七五这场这件发生事件本身来说 他带有一定的民族仇杀的性质 当天有很多本来是无辜的汉人 仅仅就因为自己是一个汉人 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或者是连代价都没有支持到新疆去谋生 从这一点上来说 我们必须要谴责这种杀人者 但是作为一个学者 我一直认为看待这个事件 还有很需要看到另外一些更深的一些层次 有两个层次吧 最起码来说 一个是从长远的来看 我们必须考虑到 维吾尔人为什么会对汉人 抱有此这种深刻的仇恨 这是第一个问题 是从长远的来看 第二是从事件本身来看 事件本来有可能发生到 这么惨烈的程度吗 因为七五这一天上街打人的 只是一群手无寸铁的威尔 事件怎么可能发生到如此惨烈的程度呢 首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从本质上来说 就是我们很多汉人没有意识到 其实到新疆去 我们本身就是殖民主义者 在号称是威吾尔自治区 也就是威吾尔人自己 才是主人公的这边土地上 汉人不仅在政治上 而且在经济上 社会上 文化上都占据了主导地位 而本来是主人公的威吾尔人 他不仅他的权力 难以得到完全保护 利益也不断受到侵害 关于这些问题 我在其他的节目中都谈了很多 今天在这里就不深谈了 这当然就造成很多 尤其是社会经济地位不太高的 这些生活困难的 威吾尔人对汉人产生了敌意 而在第二个问题 事件为什么会发展到 如此惨烈的程度 或者直接了当 就换句话说 是不是中国政府或者新疆政府 真的就到了 无法将事件控制在最初的那种阶段 而不知造成这么多的人的死亡呢 我们知道这个事件的起因是在六月份 六月在这个广东的韶关地区一个玩具厂里边 发生了这个威吾尔的工人和当地的汉族工人之间 发生斗殴的事件 在这场事件中 有威吾尔失去了生命被打死了 如果当地政府从这时候开始注意这件事情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可以将这场民族仇杀消灭在萌芽之中 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首先是在广东省吧 如果是有关当局 按照法治的精神 平等的 认真的 合理的 及时的处理这件事情的话 那么这个事情就不可能变成 就是说传到新疆以后 造成民情激愤的这个一个因素吧 其次当然就是新疆当局了 我们从他的很多处理事件的这种做法中 可以看得出来 真的是我们看不出 他有什么是积极的 想从最初的阶段 控制这个事件扩大的这些做法 第一个就是 我们想问的就是 是不是在事件发生之前 新疆政府真的就没有察觉到 这件事件可能会发生呢 所以就没有采取措施呢 有很多人 有很多威吾尔人 否定了这种说法 他们说 其实有很多的威吾尔的知识分子 很担心发生这个事件 因为广东的事件 传到新疆已经造成了民进激愤 所以有很多人主动找到政府 要求政府赶紧采取措施 比如由政府主席来发表讲话 电视讲话 由这个政府动员各个单位的 或者说这种威吾尔的职工 去到威吾尔社会中去动员大家 不要激动起来 突然发生这种大的冲突事件 据说是 罗尔白克利听了劝说 有话就找到了王乐全 但是王乐全根本没有理他这一套 大家都知道 掌握或者在新疆真正具有决定权的是汉人的党 就汉人出任的党的书记吧 第二个就是为什么在事件发生的初级决断 没有触动警察直接介入 或者是动员武警来进行镇压呢 这是很多维吾尔人提出的一些疑问 我们自己 我自己在通过很多张事后了 但是看这路线也可以看到 很多警察警车就从事件发生的这个现场经过 但是居然根本没有下车进行任何阻止 扬长而去 而这是很多人失去了性命 或者是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伤害 有的威吾尔人他们告诉我 他们甚至都看到有武警已经做好了出动的准备 但是到最后武警一直没有出动 所以说有很多人就认为 这是当局有意识在放任事件扩大 也有些威吾尔人就认为 他就是为了制造一些事后能够镇压威吾尔人的一些借口 第三点 第三点我们需要问的是 这个为什么政府在事件已经过去两天之后 放任汉人上街来进行报复 对威吾尔人进行报复呢 有的汉人称的是反击 实际上根本不是反击 因为七五事件已经过去两天了 过去两天了 事件的基本上都找不到威吾尔人了 他们这时候来出来 那个进行的什么 根本不是反击 他只是找事 我们从一些录像也可以看到 有的威吾尔人也指出了这个事实 我们看到这些人手上哪都是一种大头棒 这种大头棒 其实并不是一般的汉人家庭里边 日常所具备的 日常所具备的 所以根据这样一点 很多威吾尔人就在怀疑 是不是政府有意的调索他们出来 或者说甚至就是他们组织的呢 他目的在于呢 目的就在于制造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 总之我要说的是 我们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看待七五事件的时候 当然我们要看到这个事件本身 确实是一场民族的仇杀 我们对这场事件中死难的这些死难者 表示深切的这种哀悼吧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事件还有更深的一些原因 最大的原因就是在于 中国政府对威吾尔人的政策上 在他们的土地上 不能够维护他们的权益 不能够让他们真正做到自己是真正的主人公吧 这自然会造成他们对 作为殖民者来到这里的汉人的不满 这个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原因 我觉得很多威吾尔人所谈到的 或者从我们自己一些分析上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说新疆政府为什么在事件发生 当初没有进行积极的干预 是不是有意识的放任这个事件扩大 有意识的让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进一步加剧呢 这个可能性我们现在可以说没有办法 或者说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说完全排除的 我们当然还是希望有一天 事件的真相能够得到真正的这种公开吧 到那天我们才可能看到一些事件的真正的一些原因 总之就说我们不能够仅仅看着是一场民族的仇杀 它背后还是有更深刻的原因的 所以我希望我们就是几个民族 汉族和威吾尔族都能够怎么说 理智的看待理智的理性的看待这个事件 以后呢就说不要再为一些政治权利所利用 好这就是我对这个事件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看法 也许我这种观点不能够为一些汉人 或者说不能够为中国政府所接受 可能为一些威吾尔的一些朋友们也不能够所接受 但是我衷心的希望大家能够像我一样的认真的思考威吾尔问题 正是今天威吾尔人所遭受到的苦难 在我看来今天的威吾尔人应该是这个世界上 可能命运最悲惨的民族集团之一了 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汉人今天不正式的不去发言 不去发声 那么只要我们也想追求平等自由 那么我们有一天也可能在这个政权之下 遭到和威吾尔人同样的命运 我们今天不为威吾尔人发声 那么明天也就不会有人来为我们发声 我希望大家从这个角度考虑到我们为正义发声的意义 好 今天我就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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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